本集导师热巴晒搞怪自拍照 不顾形象扮鸵鸟引80万人点赞 张子怡 王俊凯演母子入戏 汪峰探班合影像一家三口 陈亦涵新恋情曝光 新男友和林心如关系非同一般 何炯跟着谢娜一起变胖 这就是最好的朋友 迪律热巴一直以来都是个古灵精怪的小仙女 没事就喜欢搞怪 还记得热巴在跑男里跟鸵鸟赛跑的画面吗 最近他又在微博里晒出两张模仿鸵鸟的照片 那是在一个小木屋里面 热巴穿着黑衣黑裤加黑色皮靴 一头扎进了两个叠着放的轮胎里面 双手则是背在背后 做出像翅膀一样摆动的动作 还配文称 这个难道不是这样玩的吗 邓超第一时间赶来留言说 反过来能进去吗 网友们也看热闹不嫌事大 纷纷怂恿说超哥你先试一下 热巴则回邓超说 下面就有一个小孩盯着我 瞬间就营造出了一种灵异的氛围 也是够调皮 这搞怪自拍很快就引来82万网友点赞 转发人数更是超过134万 这人气也是杠杠的 张子怡和王静 王静凯最近在演员的诞生里面话题十足 他俩合演了一场名为后宫沸妃的宫斗戏 王俊凯扮演的太子 得知张子怡扮演的沸妃 同妃娘娘才是自己的生母 深夜叫来问话 为了太子的前程 同妃娘娘不愿她与自己相认 好不容易母子相认 却遭江洪波扮演的霸道皇后横插一刀 差点要了同妃的命 王俊凯和两个老戏骨对戏 进入状态也是很快 将对生母的怜悯之情和对皇后赠恶 却不得不隐忍的心情 诠释得十分到位 网友也赞王俊凯演技提升很大 如果台词再加强一下就更棒了 有意思的是 那天恰逢汪峰前去探班 王俊凯戴着太子的小瓜皮帽 跟他们夫妻俩合影 看起来超有爱的样子 还被调侃就像一家三口呢 十八年前腊月初八 你产下一子 同日皇后之子胎死腹中 他派人夺走了你的孩儿 次日将你打入冷宫 十八年前的事情 你就一点也不记得了吗 皇后娘娘就是你的恶娘 要不要把当年健身的嬷嬷也宣过来 1982年出生的陈以涵 如今已经35岁了 在大家印象里 她是奋斗里面可爱的富家女小灵仙 也是花哨里面的元气美少女 陈大发爱卢铁能跑马拉松 身上总是满满的正能量 而她的感情生活却一直是个谜 陈以涵对待感情的态度也很潇洒 直言想恋爱的时候就谈 前男友有一个篮球队那么多 据不完全统计 陈以涵共谈过47次恋爱 大发也曾经在节目中坦白过 我太爱恋爱了 也怕没有恋爱 会随便抓个人去爱 可是因为各种原因 却没有人陪走到最后 今日陈以涵飞抵上海 穿着深色T恤 白色外套 穿着随意 一名留着胡子 戴着眼镜 穿着蓝色外套的男子街机 并帮陈以涵拿行李 十分贴心 二人一路有说有笑 亲密互动 一起上车开往某小区 将行李安置好后 二人又一起出门吃饭 期间热聊不停 心情大好 吃完饭后 两人回家 陈以涵看起来不是第一次到此住处 熟门熟路 还站在窗户边抽烟 媒体深挖后 得知这位疑似陈以涵新男友的人 正是林心如好友 16个夏天的导演许富翔 曾经获得第五十届台湾电视金钟奖 戏剧节目导演奖 谢娜刚刚公布怀孕的消息时 何炯曾霸气宣布 快本永远给他留着位置 然而作为谢娜死党 除了言语上的支持 何老师还身体力行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最近何炯微博 晒出一张快乐大美营录制时的照片 佩文 咦 这里有个胖子 在看照片上的何老师 确实比以前胖了不少 就连脸蛋都变圆了 怀孕缺席快本录制的谢娜 也是一天一天变胖 于是网友们纷纷调侃称 何老师这是紧跟谢娜的步伐 一起变胖了 之前张杰在江边帮何炯和谢娜 拍了张合影 何炯笑的就像个二百多斤的孩子 双下巴都出来了 也难怪网友们都羡慕地说 有一种爱情叫张杰谢娜 有一种友情叫何炯谢娜 有网友打趣说 何老师变胖了 很像刚刚上过快本的潘月明 还有人说 何老师要想减肥 可以去向谢娜的表弟取经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咱们明天继续不见不散吧 好 好 不散 坚持人 好 咱们 感谢观看